美国的朋友们 你们有口福咯 刚刚医女接到通知 新鲜的花旗森已经上市咯 走 我们去超市 或者上官网赶紧买一波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代医女杜晨云 欢迎跟着医女一起 爱保养 变健康 哇 讲到这个新鲜花旗森 可是医女的最爱哦 新鲜的花旗森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经过烘烤或者日晒的花旗森 由于花旗森的价钱还挺高的 于是新鲜花旗森就变得很抢手 一年内的产季大概只有两次 而最近刚好就是新鲜花旗森上市的时候 那么这个新鲜花旗森要怎么食用呢 医女待会会教大家几招 我们常常看到韩国人拿人参炖鸡汤 他们用的就是新鲜人参跟新鲜花旗森 有时候超市里面一包一包做好的 小小一包卖的价钱也挺不便宜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许试的新鲜花旗森 买回去里面有两根三根四根人参 其实可以够你吃上一个月也 所以医女常常都是一次买三四包囤起来 如果家里全家有老有小的时候 我大概一个礼拜使用一包 用不完的也别担心 新鲜的花旗森买回去 你也可以直接丢到冷冻库里 保存期限可以长达一年 那医女买回家丢到冷冻库以后 想要吃的时候 抓一包或抓一根出来 不用解冻我就直接煮 味道是相当的甜美 那这个像蔬果一样的新鲜花旗森 要怎么用呢 医女有四招 第一个就是泡茶喝 很简单 我们抓出我们需要的份量 我们直接切片 将新鲜参切片 直接冲热水 那也可以加蜂蜜 加枸杞 眼睛不好的人就加入 菊花跟枸杞 搭配这个新鲜的花旗森 滋味真的还挺不错的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腌蜂蜜 记不记得之前有介绍过 林慧宜厨艺厨艺大师的推荐 新鲜花旗森买回家 切片 然后腌上满满的蜂蜜 让蜂蜜完整的覆盖 所有的花旗森片 然后放在与空气隔绝的这些蜜蜂盒里 冰一个礼拜 就可以享用 小孩特别爱吃这味 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喉咙卡卡的干干的 讲话气不顺 或者是喉咙不太舒服的时候 你就取几个花旗森蜜含在嘴巴里 马上就会觉得喉咙舒服很多 而这个花旗森蜜 也可以冲茶喝 不管是直接吃或者是冲茶喝 多了蜂蜜的风味 大人小孩更喜欢 第三个医女推荐的煮法 就是煮鸡汤 我们不学韩国人 我们自创我们的花旗森鸡汤 为什么呢 有时候人生吃多了容易上火 或者不适合在夏天使用 但是这个时候有新鲜花旗森的时候 由于他的性肝胃凉 重点是胃凉 所以他一点也没有上火的疑虑 所以工作压力大的爸爸 育儿压力大的妈妈 都可以时常享用花旗森鸡汤 那英语会怎么做呢 我里面除了放花旗森以外 我也放枸杞 红枣 或者喜欢育竹的人 又可以养颜美容 搭配这些中药的食材 可以让这锅鸡汤营养加分 第四个医女推荐的新鲜花旗森用法 就是可以增加生活情趣的泡酒 有在收看医女爱保养的朋友们 就知道医女有专程 为了新鲜花旗森泡酒 有做过一次视频 赶快点进去看 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有时候结束了一天的繁忙 晚上喝一点点 新鲜花旗森泡的威士忌 或白蓝地 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 而且里面 会释放出人参皂肝 跟酒融合在一起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以上新鲜花旗森的使用方法 有没有听清楚呢 新鲜的花旗森 跟干燥的花旗森 一样有丰富的人参皂肝 但是它特别之处在于 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产 这个时候是新鲜产季 我们赶快去买一波 把它囤起来吧 以上视频是由 美国许氏深夜集团冠明播出 更多的保养资讯以及内容 请上现代衣女杜成云的脸书 以及YouTube 让我们一家大小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